刘伯温算是看清了 给朱元璋打工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这位老板的狠毒 一般人想都想不到 南征北战 为了变得更强 狂蹭冥王刘亮 恨不得把人家举到天上 开国赛即为了当上皇帝 担心冥王阻挡 让大伙把人家溺死长江 流言蜚语为了撇清关系 又让老刘作文再一次把人家举到天上 别人不了解朱老板 刘伯温还不了解吗 这个大尾巴郎名利高喊忠义的口号 暗里却把信仰推向了火葬场 刘伯温越想越怕 早在两年前 与陈永亮在颇阳湖决战时 他就跟儿子刘连说过 朱元璋继位后 我们就离开金陵 归养乡里 万不能探图富贵 刘连觉得他老爹过于悲观 可如今看来 这话一点毛病没有 小明王曾是朱元璋 发誓要效忠的主子 刘连用完了 朱元璋把他淹死 大伙曾是为朱元璋 遇血拼杀的小弟 赃事办完了 朱元璋让他畏罪自杀了 正如刘伯温说过 凡是帝王都会干龌龊之事 同样凡是帝王都不希望 让人知道自己的龌龊之事 而刘伯温不仅懂得这些道理 而且更懂得朱元璋 各种阴暗的心思 往往朱老板还没撅屁股 刘伯温就已经知道 他要放什么屁 聪明过人 这是刘伯温最大的优点 也是他致命的缺点 因为朱元璋这人推记仇 谁要是说错一句话 干错一件事 他马上小本本就给你记上一笔 可一向都是他站在暗处 掌握别人的毛病 记别人的小本本 这刘伯温倒好 不仅跟老朱不亲近 还知道老朱不少龌龊事 有时候还动不动卖弄一下聪明 给别人爆点老朱的黑料 简直就是一个行走的小本本 不同的是 朱元璋的小本本 记了一群人的脏事 叫百官行术 而刘伯温的小本本 只记了朱老板的脏事 叫朱老板脏事大权 不了解这点 就不会理解多年以后 当刘伯温被放归恩养 朱老板立即派锦衣卫 把他的住所翻了个底朝天 怕的就是知道太多的刘伯温 会留下什么对自己不利的东西 刘伯温也知道 这位朱老板对他也并不放心 于是他想过称病告归 可朱老板也不是好糊弄的 你老刘要是无病称病 或是小病称大病 就别想着走了 我看你这想死 所以刘伯温竟然一直盼着 自己得一场大病 而且把我病得是奄奄一息 所以我到那个时候 就可以求大帅开恩了 可我命苦 想得病的事 便老不来 好在自己为朱元璋打天下 出过不少主意 立过不少功劳 就凭这点 三五年内 天子剑还砍不到他头上 他可以用这段时间 一边静静的等着朱老板的PUA 一边偷偷的等着生病 可面对亏心的朱老板 有个人才不会客气